如果我感受不到世界甚至感受不到生命 那么我希望我此生唯一的触觉是来源于你 男顺小的时候因为家人的车祸离世成了孤儿 他也因为那次刺激患上了痛觉缺失症 他感受不到任何痛苦 他的身体如同他的灵魂一样麻木地行走于世间 男顺平日里只能跟着小马哥就职的公司要债 但他不敢打人 每次都是凭着自己没有痛觉的优势 通过自残来吓唬欠债的人 以此让他们还钱 一次男顺在要债的时候认识了女孩冬炫 冬炫的父母欠下了高额债务 要债公司只能找冬炫要钱 和男顺相反 冬炫患有血凝症 他对痛觉极其敏感 一个极小的伤口都可能危害到他的生命 平时也只能靠着摆摊为生 男顺的恐吓让冬炫吓得交出了钱包 幸好房东报了警 才让他幸免遇难 男顺也趁其逃跑 但云家巨头 不久后两人再次偶遇 男顺紧追不舍 冬炫却突然开始指责 他不会找正经工作 这样子无所事事 趁男顺思考的时候 冬炫趁机离开了 可男顺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却恐吓了房东 房东也因为害怕 替冬炫赔偿了一部分的钱 还杜绝后患的赶走了冬炫 要到钱的男顺也并非铁食心肠 劝说着小马哥 别再追要剩下的钱了 可小马哥也是替人办事 很难做主 两人再次相遇的时候 反而是冬炫 救起了受伤 晕倒在路上的男顺 他将男顺送到了医院 却嘴硬地说 只是想要回钱 两人都互不相让 离开的冬炫却遭到了 另一批债主的追债 他们把冬炫迷晕想卖给别人 幸好被男顺看到 可能是想到之前冬炫救过自己 所以他也对冬炫出手相助 奈何对方铁食心肠 暴打了他一顿 危急关头 还是因为他们乘坐的车和警察相撞了 才逃过一劫 不忍看冬炫居无定所的男顺 也生意地提议 让冬炫住到自己家 到了家里 虽然男顺划分着自己的领地 却还是在行动上关心着冬炫 冬炫也不想白吃白住 便做着力所能及的家务 还给男顺做了温馨的早餐 这些美好都是在家人离开后 男顺不曾感受过的 男顺还在继续讨债的事 经常弄得全身是伤 尽管知道男顺没有痛觉 冬炫还是觉得不忍心 他认为男顺应该重新找一份工作 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 冬炫也离开了 夜晚 男顺却别扭地找到了摆摊的冬炫 找他道歉 看到柔软的男顺 冬炫自然又不再生气 两个人坐着一起喝酒 互诉心事 冬炫从小因为生病 多数时间只能独处 看似安全 实则心里孤寂极了 男顺也说出 自己当初是因为生病 被同学骑士欺凌 一不小心地还手 反而让自己蹲了监狱 在监狱中认识了照顾自己的小马哥 所以出来后 却一直跟着他 他也提到了小时候的事 当初他们一家出了车祸 自己本来可以救下还活着的姐姐 却因为疼痛导致他不敢打开车门 所以姐姐没能被救出来 他也因此受到刺激 得了这个病 他们从来都是被遗忘的人 从没有人听过他们说这些 点点的温存和倾诉 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男顺也愿意为了冬炫安定下来 他四处求职 终于被一家需要武打替身的剧组看中 两人都在努力积极地生活着 可世事总是采云易散 东炫突然病发 得他这个病的 能够活到这个年纪 已经很不容易了 高昂的医药匪 让他对男顺说着反话 要求分手 男顺自然明白他的苦心 离开后他去找了小马哥 接受了他之前拒绝的一个单子 无良开发商打算找人跳楼 引起媒体关注赶走钉子户 小马哥努力承诺着 自己会在楼下兑满箱子 让男顺安全 事后开发商会给男顺一大笔报酬 可事故当天 开发商却对小马哥的车子做了手脚 让他无法搬动能够保命的箱子 他努力地退上了汽车 却没有半分作用 开发商根本没想让男顺活着 他特地在人生鼎飞的时候 让人从背后打伤了他 从而坠楼 东炫完身赶来 却因为着急被钉子扎伤 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互相望着彼此 天空飘下了 能洗滴一切的纯白雪花 因为东炫的出现 让男顺成了有痛觉的人 他能够充满感情地感受世界 感受一切 东炫也因为爱着男顺 愈合了身上所有的伤口 被甜蜜包裹 彼此拯救 腿